大家好,我老肉 说到头猪钢动物 之前说过不少了 你想说章鱼,鱿鱼,鹦鹉螺 这都是头猪钢的 有代表性的基本上说全了 然后唯独还缺一个谁呢 就是墨鱼 也就是长了个W眼睛 身上华丽胡哨那位 他还没说过 当然相对墨鱼这个叫法 可能有观众更习惯说乌贼 然后闽南啊 台湾也管他们叫花枝 这都是常见的叫法 不过其实来说 最准确的叫法呢 还得是墨鱼 因为乌贼一般指的是 生物学分类的十万种木 这里面既包括墨鱼木的墨鱼 也包括管游木的鱿鱼 比如说大王乌贼 还有枪乌贼 其实都是鱿鱼 但是也管他们叫乌贼 所以说乌贼和墨鱼 还是有区别的 然后再说花枝这个叫法 好像也不能代表所有墨鱼 在闽南鱼里面 它其实更倾向于 个头比较大的墨鱼 小的一般就不叫花枝了 甚至有种说法 说它可能特指一种 东南沿海常见的墨鱼 叫法老墨鱼 也叫虎斑乌贼 说花枝最开始 可能说的是它 总之来说 花枝和墨鱼 也不是完全一样 所以今天介绍 墨鱼木动物呢 咱还是用墨鱼 更准确一些 那么说墨鱼有个事 非常不寻找 它们作为近海生物呢 几乎全世界的热带 到温带海岸 都有墨鱼 唯独例外就是美洲海域没有 不论是北美还是南美 都没有原产的墨鱼 按理说地球上所有海洋都相通 是吧 墨鱼木120多个物种 这都演化了几千万年了 为什么就没能扩散到美洲呢 你看它们投足缸的亲戚们 什么章鱼 鱿鱼之类的 它们就没有这个盲区 适合生存的海域 基本上都扩散到了 到墨鱼这儿 就搞得像美洲有什么神秘力量 给它屏蔽了一样 就很诡异 所以为什么会这样呢 其实跟墨鱼的习性有关系 因为墨鱼和章鱼 鱿鱼它们不一样 它们不喜欢到深海里去 一般就生活在水深几米到100米以内 喜欢比较温暖的水鱼 主要是近海的珊瑚礁 海草床 泥沙海床之类的 这是它们的舒适圈 那么现代墨鱼开始演化的时候 美洲大陆已经跟亚非欧板块分开了 中间隔着太平洋和大西洋全都是深水区 然后唯一有机会过去的不那么深的水域 还都非常冷 比如说白岭海峡 还有北大西洋那些岛链 这些地方墨鱼显冷又不愿意去 所以它们也就没有机会扩散到美洲海域了 是这么回事 然后除了栖息地之外 墨鱼和章鱼 鱿鱼它们还有些明显区别 首先最明显的当然是章鱼 章鱼是头足缸8万总墓的 顾名思义就是8条出手 而且这8条出手还特别长 比身体还长 这是章鱼的特征 然后墨鱼和鱿鱼都是10万总墓的 也就是说它们有10条出手 通常来说是8条短的 两条长的 像是捕猎交配这些操作 墨鱼主要都是用那两条长的 就跟长了两只手一样 特别的灵活 这个咱待会还要详细说 那么区分墨鱼和鱿鱼 你可以看它们的鱼鳍 当然这个鱼鳍 并不是真正的鱼鳍 应该说是肉脊 说鱿鱼的肉脊 主要长在身体的中后部 有些是集中在尾部 然后肉脊的形状 一般是三角形的 整个拼在一起 像是个菱形 这是鱿鱼的特征 墨鱼这边 它的肉脊是环绕在身上的 一圈都有 像个裙边一样 而且还可以摆动 所以这个构造 就让墨鱼在游泳方面 变得非常专业 你像是章鱼和鱿鱼 大家都知道是吧 它们游泳主要靠喷 外套腔吸满水 然后使劲喷出去 靠反推力往前游 就没那么灵活 不过人家墨鱼呢 喷水推进也没落下 也会 另外还掌握了真正的游泳 就是用肉脊来游泳 所以它们游泳 是前后左右都可以游 想去哪去哪 就非常自如 非常方便 真就跟鱼一样 这是墨鱼的优势 然后另外还有个 让墨鱼如鱼得水的宝贝 就是墨鱼骨 墨鱼肚子里的一块骨头 当然这块骨头 并不是脊椎动物那样的骨头 其实它是从一个外壳变来的 你像它们投足缸的老前辈们 比如说鹦鹉螺 橘石它们 不都有外壳吗 这个壳到了墨鱼这 就演化成体内的一块骨头了 也就是墨鱼骨 那么这玩意儿 从外壳变成了骨头 虽然已经没有防御作用了 但有个作用还保留着 就是提供浮力 之前鹦鹉螺那期单说过 说鹦鹉螺通过一根管子 来改变枪式的空气占比 这么来调整浮力 所以墨鱼骨也可以 因为它特别轻 非常疏松 细微结构也是一些小枪式 也有管子来调节空气占比 通过这个 墨鱼可以微调浮力 让自己悬浮在水里 游泳的时候就会特别省力 有这么个好处 不过有好处也有坏处 而且这个坏处也跟鹦鹉螺一样 就是不能浅到太深的地方去 不然水牙太大的话 就很有可能把墨鱼骨给压碎了 这是个致命的风险 当然对墨鱼来说 倒也没必要到深海里去 因为还是上面生物密度大 猎物多是吧 在浅海就挺好 而且它们在浅水区 不论是防御还是捕猎 那绝对都是大师级的 说墨鱼是软体动物 还没有壳 这也就意味着 它们的物理防御 基本上是彻底放弃了 所以它们靠什么呢 要说它们最著名的招式 那当然是喷墨 喷出墨汁来防御 这个大家都知道 毕竟它名字里就带了个墨字 不过说到这些墨汁 怎么发挥作用 这里面的奥秘可就深了 那么大家最熟悉的 肯定是障眼法 也就是喷出墨汁来 把周围的水全都染黑 像扔了个烟雾蛋一样 趁对方看不见的功夫 赶紧逃走 这是最常见的用法 然后除此之外 其实墨鱼喷墨 也还有其他用法 比如说墨汁在成分上 就跟写毛笔字的墨汁 完全不一样 它里面有大量的蛋白质 含量大约10%左右 是牛奶蛋白质含量的三倍 非常有营养 这对捕食者来说 本身也是个诱惑 喝上两口黑奶 可能也就忘了追墨鱼了 有这个作用 然后再一个 说有些捕食者 可能是靠嗅觉捕猎的 障眼法作用就很有限 这个墨鱼也考虑到了 说他们的墨汁里 还有多巴胺的成分 多巴胺可以干嘛 可以抑制敌人的嗅觉 让他既看不到 也闻不到 这就很稳妥 另外还有一些时候 说墨鱼喷墨汁的时候 会加一些粘液进去 粘液可以让墨汁 没那么容易散掉 形成一片不大不小的黑色团块 这是干嘛呢 哎 科学家们分析了 说他这有可能是用墨汁 给自己造了一个分身 以假乱真 捕食者注意力 全都集中在分身上 他就可以趁机开溜了 是这么个战术 也很巧妙 但是对墨鱼来说 最巧妙也最高端的玩法 还得说是他们的伪装能力 之前章鱼那期说过 这章鱼的伪装 绝对是大师级的 是吧 非常厉害 不过墨鱼跟章鱼相比 其实一点都不差 他俩属于是各有所长那种的 墨鱼因为体内有墨鱼骨 直愣着 在变形这块 那肯定比不上章鱼 凹造型凹不过章鱼 但是变色这块 墨鱼可就比章鱼还厉害了 说墨鱼的皮肤 有三层细胞是用来变色的 分别是色素细胞层 红彩细胞层 和白色细胞层 咱先来说色素细胞层 色素细胞怎么回事呢 它相当于一个调色盘 这里面有三层颜料 分别是黄色 红色和棕色 这么三种色素细胞 然后说这些色素细胞的构造 非常巧妙 每个细胞的色素 都像装在一个小口袋里一样 墨鱼用肌肉 可以单独控制 每一个口袋 是打开还是关闭 口袋一打开 里面的颜色就会显露出来 非常的灵活 也就是说 它每个色素细胞 就相当于一个像素 墨鱼的皮肤 就相当于一张柔性曲面显示屏 每个像素显示不同的颜色 显示屏上就会出现千变万画的图案 就是这么个原理 而且来说 墨鱼这块显示屏 分辨率还挺高 大约是每平方毫米200像素 判算下来差不多是360ppi 什么概念呢 说8K的电视屏幕才100多ppi 连墨鱼皮的三分之一都不到 就很厉害 另外在色素细胞层下面 还有两层都是反射光线用的 其中红彩细胞层会让反射光发生衍射 有时候你会觉得墨鱼身上 有点金属光泽 就是红彩细胞产生的 然后红彩细胞下面是白色细胞层 这一层基本就是直接反射光线了 相当于屏幕的光源 可以照亮上面的色素细胞 也可以直接透出来 产生白色和亮色效果 总之这三层一组合 墨鱼这块显示屏 就可以随心所欲的显示了 当然真正大师级的卫装的 你光弄块屏幕 那肯定不够 身上的纹理也得变 说墨鱼皮肤上的肌肉 可以收缩推挤 在皮肤上挤出一些急凸来 然后触手再凹一下造型 就可以模拟出海藻啊 珊瑚或者岩石那样的质感 这就很逼真了 伪装效果非常好 而且来说墨鱼这块显示屏啊 它其实不光用来伪装 其他用法也很惊艳 再接着往下说 说明年5到8月份的时候啊 南澳的斯潘塞湾会上演个名场面 就是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墨鱼聚集事件 有多少墨鱼呢 据说能有十几万只 甚至几十万只 最多的时候 平均每平方米就有一只 就这么夸张 而且来说这些墨鱼啊 还是世界上体型最大的墨鱼 叫澳大利亚巨型墨鱼 最大的身长能有50厘米 总长达到1米 体重超过10公斤 你想这么些大墨鱼聚在一起 整个场面还是非常震撼的 所以这些墨鱼聚在一起干嘛呢 肯定有朋友已经想到了 没错 就是来开party 交配产卵的 而且澳洲海域好像还有这么个传统 比如咱之前说的墨尔本蜘蛛蟹 也是在6月份左右搞这样的交友聚会 追求一个以数量换安全 所以估计墨鱼他们呢 也是这个想法 毕竟你想谈情说爱的时候 总不至于还变成一颗海藻 是吧 气氛都搞没了 所以他们干脆都聚在一起 尽情的展示 就算鲨鱼海豚杀过来啊 十几万只墨鱼里面 刚好自己被吃掉的概率就非常低 是这么个思路 那么这个想法呢 确实不错 不过好多熊墨鱼来了之后啊 发现有点不对劲 因为看着是乌恙乌恙的 全是墨鱼 结果仔细一看呢 基本都是雄性 雌性非常少 有时候雌雄比例 甚至还不到一比十 这还咋玩是吧 所以这么一来呢 为数不多的雌性 那可就太珍贵了 一定会有一只体型巨大无比的雄性 在旁边守着 想要独占它 其他雄性一靠近 双方就会打起来 交配竞争非常激烈 所以当年出生的 快头还小的墨鱼啊 他们就很难获得交配机会 当然也不用着急啊 因为墨鱼的寿命都很短 也就是一两年时间 那些大块头墨鱼 今年交配完 很快就会死掉 等到了明年 他们就变大块头了 也就是说明年还有机会 不过也有些年轻人呢 偏偏就等不及了 非要今年就试试 他们想了个办法 很巧妙 也很冒险 就是因为他们的体型啊 刚好跟雌性差不多大 所以他们就变换身上的图案 再收起触手来 假装自己是雌性 来迷惑大块头 这么来接近真正的雌墨鱼 真的是非常嚣张 然后等来到雌性身边呢 还有更嚣张的 因为你想啊 你倒是假装雌性 偷偷溜进来了 可人家雌墨鱼 也不会对雌性感兴趣啊 是吧 这怎么办呢 哎 年轻人啊 还有高照 他会把自己的显示屏 一分为二 朝向大块头这边呢 仍然还是假装雌性 而且还向大块头发出 暂时没兴趣的信号 免得把他给引过来了 然后朝向雌性那边呢 他会亮出自己的真实身份 并且发出求偶信号 这么一来啊 雌性马上就心理神会了 双方趁大块头不注意 就把事给办了 但这事能办成也有个前提 就是墨鱼本来啊 就是一期多复制的 雌性也想收集不同雄性的精囊 这样可以提高后代存货率 所以才会这么配合 然后交配的时候呢 双方会头对头抱在一起 雄性用长处手 把精囊塞进雌性体内 这就可以了 非常的方便 最后雌性会找个石缝 把卵铲在石头下面 一颗一颗紧挨着 每次差不多能铲上百颗卵 看起来像穿葡萄一样 然后这些卵几个月之后呢 就准备孵化了 变成了半透明的卵 不过这个阶段 科学家们发现个现象 很特别 就是小墨鱼在孵化之前啊 还在卵里的时候 好像就已经透过卵壳 在观察周围的世界了 非常的诡异 所以它们在观察什么呢 你绝对想不到 说墨鱼最常见的猎物啊 就是螃蟹和虾 这些甲壳类动物 另外有条件 也会捕食一些鱼类 那么关于它们捕食的偏好呢 2008年曾经有个实验 研究人员从野外 采集了一批墨鱼卵 然后分成了两组 其中一组 每天给它们看螃蟹 当然螃蟹放在隔壁水箱 只能看到 但是闻不到味 然后另外一组墨鱼卵 就正常孵化 什么都不看 结果等它们孵化之后呢 又区别了 说把小墨鱼放进既有螃蟹 又有虾的水箱里 让它们自由捕猎 发现没看过螃蟹的墨鱼 更喜欢捕虾 然后每天看螃蟹的墨鱼呢 就更喜欢逮螃蟹 有明显的倾向 就很神奇 也就是说小墨鱼还没出生 它们的眼睛就已经发育很好了 而且它们在卵壳里 就具备了观察 学习和记忆能力 据说是动物界 第一次发现有这样的 非常厉害 然后墨鱼在捕猎的时候呢 并不靠速度 主打个出其不易 它们锁定猎物之后 会非常缓慢 非常平稳的靠过去 一边靠近 一边评估和猎物的距离 等它觉得差不多了 就会悄莫生的把长处手伸出来 然后突然弹出去 把猎物抓住 动作特别快 这是它们常规的捕猎技术 一般的小虾米啊 小螃蟹之类的 怎么就搞定了 不过有时候墨鱼 也会碰到一些比较大的 警觉性高的猎物 就不太容易得手 那么这时候呢 它们会用一种非常酷炫的技能 你会看到它们整个身体 开始闪光了 身上出现一种波浪型的脉冲图案 然后前面的触手呢 造型也很特别 有朝前的 有朝两边的 摆了个梯子形 正对着它盯上的猎物 给人的感觉啊 就像是一门正在充能的 随时准备发射的能量炮一样 总是看起来特别科幻 所以墨鱼这么浮夸的操作 到底是在干嘛呢 哎 科学家们分析了 说它们这招啊 可以催眠猎物 但是这个催眠不是真的催眠啊 只是看起来像把猎物给催眠了 说它们这么闪光 会让猎物产生迷惑感 猎物不知道自己面对的是什么 就会僵在那 类似于被惊呆了那么一种效果 也就忘了要逃跑了 是这么个催眠战术 简直就跟幻术一样 是吧 真的是非常神奇 那么通过墨鱼交配啊 捕猎这些行为啊 大家可能也感觉到了 就是墨鱼很聪明 不过它们到底有多聪明呢 可以来看一个实验 一般说的某种动物聪不聪明啊 经常会提到一个指标 就是脑体比 大脑质量和体重的比值 那么所有无脊椎动物当中呢 脑体比最大的不是别人 就是墨鱼 没错啊 它比它绝顶聪明的表哥章鱼 还要大一些 所以智商这块 肯定不会差 是吧 比如有个著名的实验 叫棉花糖测试 说的是给小朋友一块棉花糖 吃了就没了 但如果他能忍住不吃 再等一段时间的话呢 就还能再来一块 测试一种延迟满足能力 当然用墨鱼做这个测试啊 你就不能用棉花糖了 而且你还得想办法 让墨鱼理解规则才行 这个比较麻烦 所以研究人员设计了一个 非常复杂的实验 来确保结果有说服力 那么首先第一步呢 需要确认一下墨鱼的偏好 实验准备了两种食物 虾仁和活虾 最后确定了墨鱼虽然也爱吃虾仁 但更喜欢吃活虾 这是第一步 然后接下来第二步 需要让他知道延迟的规则 具体来说 就是圆形标记的门会立刻打开 三角形标记的门 得过几分钟才会打开 这个几次之后墨鱼也记住了 然后第三步呢 还得让墨鱼知道有排他性 就是说只要你吃掉其中一个 另外一个就会被拿走 不会让你两个都吃到 那么做了这些准备之后 接下来就是最后的测试了 研究人员同时把两个盒子放进去 圆形门里面放了虾仁 三角门里面放活虾 虾仁那边的门先打开 可以马上吃到 但如果墨鱼去吃虾仁的话 活虾就会被拿走 是这么个情况 而且墨鱼也已经了解这个情况了 结果最后呢 墨鱼还是忍住了虾仁的诱惑 没去吃虾仁 而是守在了活虾这边 等了一分钟之后 终于吃到了 这就证明了墨鱼确实有 延迟满足的能力 这是一种只有高智商动物 才有的行为 所以说投足钢的动物 那还真就不是吹出来了 那么最后 其实还有种墨鱼 也很值得说一下 就是火焰墨鱼 不过他们的生存之道 跟其他墨鱼差别很大 适合单独来一起 所以这种衍生话题呢 我还是放到会员专详里去 想了解更多的朋友 欢迎加个会员 以太究竟吧